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大学生对党失望,警告习近平下一次抗议要工作 抗争层出不穷,习近平永无宁日,中国十年之内必有大变 北京120急救电话暴增五倍,无症状和重症抢资源 药店被抢空,中国急促卡车司机向各地供货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在强大民怨和民业的推动下 中国政府终于出台了旨在松绑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措施的新十条的防疫新规 但是中国经济在历时三年的极端风控措施下已经受到了重创 不仅使得很多年轻人就业难,而且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也挫折连连 有位时报引述了北京一位21岁的刘姓女大学生的话表示 任何在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发现 这个国家的前途越来越具不确定性 报道表示,对于许多中国民众而言 此前延续了几近有三年的极端防疫风控措施绝对令人窒息 不仅窒息了生活,而且也窒息了生产和经济 导致就业机会急剧的萎缩,就业形势极为严峻 刘姓女大学生明年就要毕业,她主修的专业是旅游管理 她向纽约时报表示,她迄今为止已经递出了八十多份的工作申请 可是连一个就业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她表示,很多年轻人都听中国共产党的话 党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结果发现现实让他们非常失望 他们表示,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在勉强度日 报道说,北京当局动态清零的极端风控措施 最近几周导致民怨沸腾 不仅包括了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 十分罕见地走上了街头,抗议风控措施 而且包括了清华大学在内的中国多所大学的学生 也手举着白纸,举行了无声的抗议示威 创造了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新抗议方式 上海的抗议民众甚至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报道指出,这些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以来 甚至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以来 首次发生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或许让中国当局意识到 不顾民生和经济代价而盲目地实施 极端风控不仅重创了经济 而且因此导致就业形势急剧恶化 将构成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报道指出,也许是担心示威抗议活动 如新兴之火可能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中国当局在本周在毫无预警 毫无计划和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出台新十条的防疫新规 大幅放宽了防疫管控措施 把民众从足部出户当中开放了出来 无需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或者是健康码 就可以出入公共场所 可以上学上班逛商场 甚至还可以搭乘飞机和高铁 观光旅游和探亲房友 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为极端的风控措施 而遭到重创的经济和就业市场 不可能随着风控措施的松绑 而立即的复苏并且恢复常态 中国的就业市场僧多粥少 已经不可能为今天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 提供向他们父辈在经济异常繁荣时期 获得的那样的就业机会 报道表示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 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而且明年又将有1160万的新大学毕业生 要加入到找工作的队伍当中来 不仅这些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巨大 他们的父母同样也感受到了压力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 北京的刘姓女大学生表示 学生们希望抗议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 他们的状况越来越恶化 报道说中国目前的年轻一代 是在经济环境相对繁荣的情况下 长大成人的 他们的父辈赶上了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 就业状况稳定 家庭收入持续的上升 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 这些年轻人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告知 而且他们自己也相信 只要努力学习 未来会更好 德国以及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 默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 麦克斯·曾莲 向纽约时报表示 如果受到良好教育 你就一定会得到一个高兴的工作 这是一个承诺 但是这一承诺 现在已经无法兑现 他表示 作为第一代对此感到失望的人 会引发极大的心理压力 报道指出 习近平曾经说过 年轻人好 国家才会好 他还说过 中国的年轻人充满了乐观和创业精神 但是空话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年7月份 中国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接近20% 这是中国自2018年开始公布这一数据以来的新高 年轻人失业率近来从最高点略有回落 但是仍然是中国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三倍 好 再来看一下抗争层出不穷 习近平永无宁日 中国十年之内必有大变 来自台湾媒体上报刊发了一篇 所名为严纯沟的文章 作者表示 他的乐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习近平上台十年 把中共的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 把中共的家底几乎耗光 哀鸿遍野 国事调堂 至今他伟大领袖的地位不但没有确立 甚至名望一路走低 网络上冷嘲热讽者众多 民心向背 一目了然 中共在大陆人的心目当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作者表示 内政方面经济一尘难起 支撑经济的投资地产和外贸三套马车都成了颓势 形势一面倒得恶劣 政府多次的基建投资和拯救地产的金融应急举措都不见成效 再加上动态清零扼杀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问题一路恶化 而外企纷纷的牵出 订单大面积的减少 中小企业倒闭成风 失业潮汹涌 人口成富增长 政府财政枯竭 放眼望去 既无是处 普遍的带根本性的负面因素相互的叠加 病辱高荒 要事无灵 作者表示 在社会层面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 官民冲突平生 人民的厌恶情绪与经济环境的恶化 相互的催化 政府在洗脑收买和暴力压迫两极之间 进退失据 政策相互打架 上下相互焊割 政府说的话 没有人相信 做的事也不得人心 而在对外方面 与美国的贸易战一败涂地 与英澳加日先后翻脸 支持普京不得人心 分化欧洲的美梦成空 连东南亚的小国家都离心离德 香港一国两制破产 暴露了独裁本质 对台湾文统梦断 武统利切 短短的几年继全局崩坏 自困酬成 第二就是习近平政治上大到退步的人心 对人民的管控 无所不用其极 农村恢复了合作社和供销社 城市试点聚会来办社企 加强管控 政策明显走回了文革 犯政治封闭的状态 年轻人虽然没有文革的惨痛经历 但是人身自由之丧失 政治洗脑压迫 言论与新闻管控 都使得他们深感与世界隔绝 与时代脱节 政府暴力统治 日日埋身折磨 亲友遭遇厄运每一天都在发生 政治大倒退窒息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想象 如果接受中共的这一套政治模式 只能够任由中共把中国打造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没有人会乐见这样的未来 第三就是白纸运动的压迫之下 中共不得不对大陆的民众做出了让步 中共统治中国七十余年 从未有如此规模的全国性的反抗的浪潮 也没有如此明确的改变体制的强烈政治要求 中共也从来没有对中国人的反抗 做出如此的让步 这一次让步打残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以及有效性 中共破天荒的扮演了失败者的软弱角色 也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了抗争 取得成果的可能性 作者表示事态严重 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 除非让步 否则反抗的浪潮产生的社会效应 将会使得局势不肯收拾 因此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 政策大翻转 虽然邮报琵琶半遮面 但是内心之切意已经写在了脸上 作者说中国人看到了 中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强大 看到了人民团结的巨大力量 此后对现实有任何不满 都必然以群体抗争来逼政府让步 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方面 政策一旦出现了偏差 都很有可能酿成政治风波 可以预料 此后群众集结向政府讨说法的现象 将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层出不穷 习近平将永无宁日 作者表示 基于诸多的现实和内在的原因 他对未来中国仍然抱持乐观的预期 大变不会在明天就发生 但是会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来得更快 作者表示 与其每一天愁眉不展 怨天尤人 不如屡败屡战 每一个人尽自己所能挖中共的墙角 每天挖一点 天天挖不止 总有一天把他们早已朽坏的古老大巫挖倒了 作者说 即使他看不到中国民主的一天 但是他也相信中国在十年之内必有大变 中国已经够坏了 再坏下去自然 匹吉泰来 世道在大变中 他祝福未来的中国人 更祝福未来的香港人 不管未来的香港是否属于中国 也不管未来有没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的120急救电话暴增五倍 无症状与重症抢床位 综合媒体的报道表示 在无准备的宣布解封之后 北京每一天接到的120急救电话的数量 从过去的5000增加到了3万个 短短的时间之内暴涨了五倍 据说大量的电话是来自无症状和症状轻微的人士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北京日报在星期六 也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报道说 北京市的120急救热线呼叫量近期暴增 北京急救中心的主任医师陈志表示 日常呼叫量约为5000 高峰时段不超过1万 而近期120每天的呼叫量已经达到了3万多 远远超出了北京市120急救热线接呼叫的承接能力 另外他也表示伴随着呼叫量的大量增加 当前急救电话的接听资源以及急救车的吊牌资源都十分的紧张 导致了一些极微重患者在呼叫120寻求急救帮助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另外他也表示每年冬季都是120热线的呼叫高峰 目前他们还收到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 还有轻症患者关于发热等一些症状的咨询 以及提出使用急救车的需求 这些非紧急的电话挤占了120的急救资源 另外陈志海表示为了使急救热线保持畅通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还有轻症的患者 请不要拨打120的热线 无症状的感染者应该自行的居家健康监测 轻症的患者应该自行的到附近的医院去救诊 但是包括2019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患者在内的所有疾病的极微重患者 如果在医院的外面出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的拨打120来进行求助 另外陈志也提醒 如果患者有感染等一些相关的情况 务必要如实的告知120调度人员 以及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 隐瞒疫情信息会给后续的诊疗工作 带来干扰不利于患者自身的健康 也容易导致疫情的传播风险 报道指出外界担忧中共在过去三年 都没有为退出清零做任何卫生基础设施上的准备 现在突然放开过去的严苛的清零政策 将意味着预期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会大幅的上升 同时卫生保健系统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目前中国多地传出了发热患者排长队 医护人员染疫暴增的消息 报道指出多位全球卫生专家也警告表示 中共毫无章法的放松清零政策恐弄巧成拙 中国的2019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浪潮要来 美国杂志大西洋报道表示 绝大多数的卫生专家都预测了中国感染病例将激增 医护服务跟不上病毒可能会继续演变等类似的结果 而南非的流行病学家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就表示说 现在对中国的疫情的预测充满了如果但是和可能 他表示如果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为脆弱的人群来接种疫苗 并且为2019新冠状病毒确诊患者的长期涌入做好准备 以及如果整个社会在病例增加时 在投资建设一些缓解的措施 也许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 阿卜德勒卡里姆是最早发现和报告 2019新冠状病毒变种毒株奥密克戎的医学专家之一 好再来看一下药店被抢空 中国急促卡车司机向各地供货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中国在12月10号的时候表示 将停止对中国国内负责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和船只人员 进行2019新冠状病毒的检测 在中国逐步加速解除清零政策之下 此举消除了供应链网络当中的一项重要的瓶颈 中国这个星期对经济重新开放做出了巨大的改变 放宽了2019新冠状病毒的管控措施 受到疲乏大众的欢迎 但是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切 感染率将出现飙升并且导致进一步的混乱 报道指出在北京放宽了检测 并且让轻度和无症状的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的情况之下 人们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确保药物充足 以及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支撑能力 专家们担心医疗体系将很快崩溃 报道说在中国爆发了2019新冠状病毒三年之后 人民渴望北京能够开始与世界其他地方看齐 实施开放措施并且与病毒共存 在面临广泛的抗疫之后 有关当局改变了方向 但是也引发了新的忧虑 因为中国相当低的疫苗接种率 以及人们先前被教导要惧怕这个病毒 报道说今年稍早的时候 在大规模的封控措施当中 中国众多的供应链网络陷入了混乱 因为货品运输者被要求要出示 2019新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或者在检查站要出示健康码 官员们表示移除这些措施的目的 特别是要确保药品和 包括抗原快筛在内的物品 能够顺利的供应 中国交通运输部在一份通告当中表示 要尽力确保医疗用品的顺利运送 中国许多城市的药房前 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人潮 抢着购买咳嗽药、感冒药以及口罩 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单位 则在周末的时候警告表示 不要哄抬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 相关物品的价格 另外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布相关的指引 规范药品口罩 抗原检测和食物的网络销售 并且特别警告 网络公司不能够利用疫情 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 中国的外交部在12月9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同意德国的疫苗供应商 德国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德国生产的疫苗 提供给中国境内的德国公民来使用 但是北京至今仍然坚持中国公民只能够接种中国生产的疫苗 报道说中国突然放宽了防疫规定 让一些公司也感到了不安 这些公司先前对清零政策沮丧 但是已经适应了带来的不变 在中国的两家西方车厂的消息是12月9号 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正小心地关注情势的发展 一名人士表示关切 认为在限制放宽下 病毒可能很快地扩散 增加员工生病的可能性 而可能损及产出 而另外一名人士表示 情势难以预测 这周的重新开放有可能变成只是短暂的放松 不过其他人士则形容重新开放是一项可以抓住的机会 尤其是重要的沿海省份 例如广东和海南正忙于安排海外的行程 以弥补因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所造成的损失 报道说中国在广东的生产制造中心东莞市表示 他们已经举办了会议 让企业走出去去拓展市场并且取得订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